第一步先给顾客斩油 右边脸先用左手给顾客斩油 把油均匀的涂抹于面部 操作之前先对仪器进行消毒 首先这个棉签沾人酒机 对第一个探头进行消毒 接着用棉球把这接触顾客皮肤的周边 都给它消毒一下 这是第一个手剂 第二个手剂也是用棉球给它消毒一下 第三个手剂是做眼睛的 咱们先用棉签把里面消毒一下 然后再用棉球消毒外面的 仪器操作之前 先将仪器放在自己的手剂 是一样强度和温度 在面部上走线条的时候 咱们先将仪器平衡地吸附于皮肤上 咱们再走 第一条线路是从下颌到耳后 到颈侧淋巴 第二条线是从下颌到耳前到颈侧淋巴 第三条线是从嘴角到耳前到颈侧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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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号手剂的四条线路 它额头上面是不做的 接着用二号手剂为顾客操作面部 二号手剂设置范围是35到40 然后按一下开始键 这是面部的做面部的二号手剂 首先大家看一下它已经亮灯了 第一条线是下颌到耳前 向上向内均匀打圈 不要中压 不要中压 第二条线是从下颌 到耳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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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从颜骨下缘 到耳前 第五条是从眼下缘 到太阳穴 第六条是额头中央 到太阳穴 接下来就要使用眼部的手机 做眼睛了 它主要是有一个微电流加负气压 点击一下 然后进入界面的时候 调整RF是15到20 气压是40到60 咱们操作时呢 可先由低度 开始 眼部的RF能量呢 调制咱们可以先由低度开始 在操作过程中呢 根据顾客的承受能量 来进行调整 按开始键 手机呢 可以通过 按压这里 然后进行仪器操作 或者是踩脚踏板 进行操作 手机在操作之前 现在自己的手机 试一下温度和强度 眼部第一条线路 是从眼睛下缘 至太阳穴 经过耳前 到颈侧淋巴 第二条线是 是眼上缘 经过太阳穴 经过耳前 到颈侧淋巴 第三条线是 从眉头 到法际线 第四条是 从眉中 到法际线 第五条是 从眉尾 到法际线 第六条是 从额头中央 经过咱们的法际线 再经过太阳穴 到耳前 到颈侧淋巴 在操作时 如果顾客 面部有 比较大的痘痘的话 咱们操作的时候 应该绕开 长痘痘的地方 另外操作 眼部手机的时候 不要在眼部 进行停留 在这些地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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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